姐姐就要举行婚礼 在外游荡的妹妹突然归来 婚礼上会不会出现意外 好莱坞快递为您介绍 奇娃娃小狗走红地毯 还要接受神父的祝福 究竟是什么样的宠物 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呢 接古诗之女歌剧首演 音乐灵感却是来自中国的戏曲 连英语的对白也要念出婚曲的韵味 大家好 我是张佩芝 今天是10月24号 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 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 还有不到两个星期 选战已经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 我们在上周的节目中有提到 在电视节目上模仿候选人很受欢迎 特别是才华洋溢的喜剧演员 在周六夜现场的节目里 把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佩林 模仿的唯妙唯笑 大家一直期待佩林本人 能够在周六夜现场节目中亮相 果然上星期六佩林来到节目现场 真假佩林同台 让现场气氛特别热烈 阿拉斯加州州长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 18号晚成为全国广播公司 NBC脱口秀节目的座上嘉宾 不过节目一开始 佩林只被请到后台 通过电视屏幕观看蒂娜菲 模仿自己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表演 主持人迈克尔斯随后询问佩林的感受 佩林则不客气地发表意见 我不认为我在新闻发布会上是这样的 当真佩林走上台时 两个看上去孪生姐妹一样的面孔 立刻在观众中引来轰动 而就在早些时候 佩林的搭档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迈克恩 在一次公开集会上 也曾称呼他们为双包姐妹 你们大概都知道 佩林今晚要参加周六夜现场节目 正如你们所知 她将和蒂娜菲见面 我认为她们是孪生姐妹 只是出生后被分开了 不管怎样 佩林会有出色表现的 亲身目睹了模仿自己的现场秀 不知道佩林有何体会 她在演出结束后 还是谦逊地向媒体表示 非常有意思 这些演员真是太令人惊奇 太有天赋了 而且非常热情 太棒了 谢谢 离婚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 对家财万贯的超级摇滚巨星 马丹娜来说更是如此 最近马丹娜的发言人宣布 马丹娜正在和结婚七年半的丈夫 盖领奇 办理离婚手续 外界揣测 马丹娜可能要为离婚付出昂贵的代价 英国媒体19日披露 夫妻双方目前对于财产分配 甚至小孩监护权的归属等细节问题 都已达成初步异象 但麦当娜的发言人 利兹·罗森伯格 在随后给美联社的一份 简短邮件中却表示 这对夫妇在巨额财产分配 以及小孩监护权方面 还没有达成共识 而与此同时 来自伦敦方面 盖里奇的发言人 也表述了类似内容 麦当娜与盖里奇于2000年12月结婚 目前有三个孩子 两人所生的儿子洛克 如今已经八岁 12岁的女儿劳德斯 则是麦当娜和健身教练卡洛斯梁所生 另外两人婚后收养的大卫 今年只有两岁 据报道 这对夫妇总资产达5亿2500万美元 其中绝大多数属于麦当娜所有 盖里奇的个人资产据估计也有3500万美金 此外两人在纽约洛杉矶 伦敦等大城市拥有数处房产 外界普遍认为 过不了多久 麦当娜就会知道 这段曾经拥有的爱情究竟有多贵 在著名喜剧影星Bob Hope 逝世五周年之际 他的家属最近拿出800多件真会文物 用于慈善拍卖 共筹得60万美元的善款 其中部分物品有的拍卖价格远高于预期 有的甚至超过10到20倍 一张喜剧女演员 路希尔鲍尔霍尔露出全部牙齿搞笑 并亲笔签名的照片 成交价超过6500美元 尼克松总统赠送的袖扣 成交价则为1万美元 这些属于知名喜剧影星鲍博霍普的个人物品 在上周末的拍卖会上 共拍得60万美元 大大超出了主办者的预期 比如这张客有提词的 英国温莎公爵夫妇的黑白照片 就非常抢手 原先预期只有500美元 没想到却拍出了27500美元的高价 相当于估价的51倍 影星乔治·洛佩兹也是竞标者之一 他拍得一些鲍博霍普生前钟爱的高尔夫用品 拍卖活动还进行了电视和网络现场直播 全世界的竞拍者都可以在同一时间参与 就这样 霍普的物品经过两天时间的拍卖 被许多粉丝和交易者获得 现在除了美国总统选举之外 美国的头条新闻就是金融危机 很多媒体把美国今天的局势和经济大萧条时期相提并论 但是在密西根州的一个小镇的居民 却在这个时候意外收到少则几千 多则十几万美元的支票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里是密西根一个乡村小镇 阿连和威廉哈奇夫妇在这里度过了简朴的一生 镇上的人习惯叫威廉艾斯 他曾经在农场牧牛 妻子阿林曾经是一名教师 他们没有孩子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和他们有关联的孩子实在是不胜枚具 一旦你认识他们 如果他们喜欢你 你就是他们的家人 桑德拉四十年前和阿林在一起教过书 他一见阿林就感到阿林像他的母亲 诺马也一样 我们生活在一个小的农村社区 每个人都互相照顾 这对已经九十多岁的老夫妇 很少添置新东西 阿林说过 我们经历过大萧条 我们不需要什么 对已经拥有的东西 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老夫妇俩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 从不花钱在奢侈品上 不幸的是 一场车祸在不久前夺取了阿林的生命 艾斯虽然只受了轻伤 却也在三天之后 随妻子而去 然后小镇上的人在难过之余 却意外地收到了这对故人的来信 阿林阿姨和艾斯叔叔想让你们知道 这么多年来 你们的友谊和善良 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这对一生节俭的夫妇 却留下了将近三百万美元的遗产 并把其中的大部分留给了左邻右舍 镇上有超过七十人收到了他们的馈赠 少则几千美元 多则十几万美元 在全美经济萧条 很多人失业的今天 这些遗产显得更有意义 对史蒂夫来说 这意味着孩子们有了念大学的钱 他们是我生活中很大一部分 贯穿我整个人生 我永远不会忘记 永远 这是一代人在教育下一代人 什么才是最值得投资的东西 那就是友情 接下来又到了好莱坞快递的时候了 首先带各位看看上星期美国票房成绩 过去这个星期 美国电影票房冠军 有改编自同名漫画的《猎魔侠夺德》 这部由性格男星Mark Warburg主演的动作片 以一千七百万美元的成绩 把蝉联两周冠军的 比佛丽山拜金狗挤到了第二名 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两部新片 第一部是由安妮海瑟维主演的 雷切尔的婚礼 一向在荧幕上不是饰演可爱公主 就是清纯少女的海瑟维 在片中成了一个烟不离手 脾气暴躁的叛逆女子 另外选在现在美国橄榄球季上映的特快达政 则是叙述美国第一位获得大雪橄榄球 最佳球员最佳球员的黑人 鄂尼戴维斯的真实故事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星期 由张珍制作的好莱坞快递 首先要为你介绍的是雷切尔的婚礼 布克曼一家正沉浸在为大女儿雷切尔办婚礼的喜愿之中 不过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 却为全家欢乐的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外游荡多年 而且才刚刚离开戒毒中心的金布克曼 回到家中参加姐姐雷切尔的婚礼 家人虽然高兴 但是也都暗自担心 不知道个性像炸弹的金 什么时候会突然引爆 慢慢地 由于今的缘故 一家人过去的紧张关系